我是維尼 影片開始前幫我 按讚訂閱跟小鈴鐺喔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桌面上這盒 PS4的控制 Control的亞洲數量完全限定版 那他外盒看起來蠻大的喔 正面就有他的盒匯 那這邊中間就是我們的主角解析 因為這邊我們可以看到他這邊有講他裡面的內容物 包括紀念幣跟 布口罩 最客出的是布口罩因為 到現在還沒有一塊遊戲的限定版是附口罩的 當然有可能是他要符合現在疫情的關係啦 對 以上就是我們遊戲的片段看到 傑西在一些動作上的表現還算不錯 操縱性也 蠻得心應手的 他其實不會太複雜 玩起來就有點像 一般的每次的遊戲 像開門口啊 GTA那種 操縱起來是非常方便的 這一塊控制 比較像是懸疑動作類 因為這塊遊戲 一開始就讓你有點要解明的要素 一開始結心 你不知道他是什麼人物 什麼身份 然後他一開始就來到所謂的控制局這邊 然後目的就為了找出他之前被 控制局帶走的地理 但是這要牽扯到他後面會講到他發生在他 小時候的一些故事 所以他其實遊戲的內容算是還算是有一種 讓你去解謎主角的聲勢這樣 然後剛好這個世界也是發生一些異變 所以呢 只能說 只能說他裡面的謎 謎團是蠻多的 那這塊遊戲我只能說我玩起來感覺是非常不錯的 除了他在接近敵人的那個領域的時候他會有一些噪音出現 可能感到不適 就有點像3D運那樣 但是我覺得這要看人啦 像我自己是稍微有出現的情況 所以玩這塊遊戲的人要注意就是你自己有沒有這種 暈眩的狀態下 首先我們看到這邊他是呈現一個皮箱的設計 然後我們把它放下來 那他這邊就真的有 有點像皮箱這樣 然後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打開 然後裡面就是有資料 我們桌面上呈現的就是所有的內容物 包括遊戲本體 資料袋 然後呢 金屬硬幣 然後簽字筆 然後再來是證件號 筆記本 一般遊戲限定版不會出現的口罩 然後還有他的口罩套 那首先就是遊戲 那遊戲的部分非常的一般就是他也不是用鐵盒裝的 一點是我覺得唯一可惜的地方 假如他限定版都做到那麼豐富的話 其實再補一個 鐵盒的話那會更棒 當然這是我個人的見解啦 面是潔西的樣子 然後右上方這邊有提到 這邊可以免費升級成P5的版本 我們可以看到他有一些遊戲的劇情介紹 內容的話呢 就是很簡單 就是這樣一個光碟而已 對 那就是遊戲的部分 那我們桌面上這邊的話就是證件號筆跟回章 看證件號的部分其實很簡單 他這邊就是有他們控制局的那個 Logo 然後這邊呢 打開後呢 裡面就是這個 Control的部分 其實也沒有什麼 特別啦 就是 你可以用來當你的證件套 我是可以啦 對 上也有他的那個Logo 所以還不錯啦 就 算實用吧 這個東西算實用 這邊是簽名筆的部分 那這個應該就是一般的 原子筆 再來就是他裡面的 金屬紀念幣 這個直接拆開 算金屬的 還不錯 這邊就是他控制局的那個 象徵的那個圖案 然後接下來就是他的資料袋 然後我們直接拆開裡面有什麼吧 拆開的時候這邊就寫 滿滿的英文 然後這邊有一個 下面有一個警告的英文 那個 這邊左下方有個警告的英文 他限定版外盒裡面講到的應該是 任務子彈之類的東西 對 就是很單純的一張紙喔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 明信片組 然後這個明信片呢 稍微就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明信片組的部分 我們換下筆記本 我們直接看他內容物吧 把外包裝撐開之後呢 他整個質感非常的不錯 這個觸感摸起來很像絨布的感覺 他不是用一般的那種 厚紙筆去做的 我覺得他不錯 用開之後呢 這邊裡面就是全擺的 蛤 有這麼白的啊 一個字樣都沒有啦 哇哩咧 這白的太徹底了吧 這就是筆記本 終於有一個實用的刻點 好我們換 接下來就是這個 限定版裡面 我覺得最特殊的周邊 也是最實用 就是口罩啦 那我們直接 戴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感覺就像這樣 是不是覺得還不錯呢 蠻實用的一個刻點 雖然我們遇過送的 口罩套的部分 那使用方式非常簡單啊 當他打開之後呢 然後將你的口罩 拿下來之後呢 然後放入這個地方 放入這個地方之後呢 再對著 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 這一般口罩也可以用 我覺得還蠻實用的周邊 終於遊戲公司 這間遊戲公司 想到比較實用的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 PS4控制 Ctrl的 亞洲完全數量限定版的 開箱介紹 遊戲給人的呈現的方式 讓人覺得 還是跟其他的美式風格 遊戲不太一樣 就是在他的裡面的一些 很像 被催眠或是被控制的場合 他用的是 真能跟遊戲畫面穿插的部分 會讓你感受到 有一種真的被催眠 或被控制的樣子 這點是我覺得蠻驚訝的 對 假如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就麻煩幫我按讚 訂閱 跟 小鈴鐺喔 那 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